好 今天继续带大家看房车 今天要看的是龙翠的一款房车 那么这个车的布局的话是一个6加2加1的布局 6个座椅 两张床以及一个沙发可拼床 同时它采用的是一个传统工艺的设计全石木家居 整个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字精致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龙翠多飞C615玩家版 那我们这个车呢 它是一个后上门的设计 我们的厨房区域设置在这个位置 翻杆尔台盘以及电磁炉下方储物柜 上方也是两个储物位 这边就是抽油烟机 这边呢就是一个后推窗 在平时做饭的时候也不担心油烟没有地方去扩散 后上门的另一个区域 这边电子显示屏 显示表 下方的话是一个储物格 以及微波炉和操纵面板 再来下方的话是三个储物抽筒 Hello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区域 卫生间整个区域的话是窗面挤进干净透亮的感觉 这个光线是非常适合女孩子化妆 同时呢洗脸弹牌下方旋转马桶 以及我们的淋浴花洒洗漱件 以及配备了一个3000克的洗衣机 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有的 上方还有一个换气扇 这个卫生间打9.5分 剩下的0.5啪啪娇 OK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是我们整个中部的会客区区域 首先我身后有一个超级大的侧推窗 在旅游的途中啊风景尽收眼底 同时呢我们能够看到下方的这个沙发呢 它是可以抽拉的 抽拉出来之后呢跟旁边的会客区 可以形成一个大通铺 我觉得睡下五个人都不成问题 会客区上方换气扇 以及多美达顶制空调 旁边142升赛特福德的冰箱满足我们的日常出行 面前的这个小桌板呢是可以升降的 同时这边也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小茶台 大的侧推窗以及我们的隐私窗帘 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坐的这个沙发 它的面积我觉得比普通房车的沙发要大那么三分之一 因为它的面积打所以对我们整个人体的支撑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坐起来非常的舒适 额头床区域首先多美体的一个电视机 放下来就是我们的额头床的区域了 这个车的空间是非常充足的 睡两个人完全不觉得压抑 我非常庆心的给大家数了一下 我们的会客区上方呢一共有六个储物柜 六个储物柜大小都一样 采用了中国这个传统美学里的轴对称设计 我相信很多喜欢中式风格的人 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款房车 这个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995乘以2260乘以3080 整车的驾驶舱采用的是一个棕色白色加黑色格调的一个包袱 如果不告诉我这是一个房车的话 我真的以为它是一辆商务车的驾驶舱 主腹安全气囊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都是配备的 同时呢它配备的是8AT的变速箱 3.0T的柴油发动机 国六排放标准 栏半C找就可以驾驶 整个车合在的话是六个人一家出行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车的水电它是多少呢 水的话是210的进水65升的灰水 3000瓦的逆变器 800安的锂电和500的太阳能板 车身后部的话 倒车引向倒车雷达都是配备的 这边的话重力注水口 以及外边还有一个外置的淋雨 如果卫生间有人洗澡 那么这里就是你的一个天然浴场了 再来往前边走 车的侧身 带灯带的户外这张棚 以及外置的抽拉灶 以及这边呢 有一个超级大的储物仓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54.99就是我们的一个知道价了 整个车的话是一个中式高端实木的房车 你觉得这款房车怎么样呢 再做一张 told 帮助 我好了 我好